本集医生与你部分镜头可能引起不安 敬请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趙醫生讓他介紹一下消化系統的毛病 趙醫生, 歡迎你 你好 剛才你醫生所說的食道癌 在香港是否普遍的 食道癌在香港相當普遍 每年大概有四百人死於這個病 這麼多? 只有這樣, 詩琦你又不用那麼害怕 因為這種食道癌患者是以男性居多 沒錯, 男性比女性多五至六倍 年齡大概是五十至五十九歲之間 那這種病的成因是怎樣的呢? 成因呢, 暫時都不是說知道 或者一個, 或者兩個 但是有很多不利的因素 例如你醫生剛才說過 喝得熱湯, 吃得熱東西 或者是不吃新鮮的生鵝菜疏 還有吃煙, 和喝酒 都是不利的因素 飲食, 甘致性 倒下肚腺, 才致性 飲食, 才算性 我平時好喝兩杯 我每一頓都喝一杯 我喝的燒酒 喜歡喝茅台大菊, 蓮花白白蘭蒂 幾樣我都喜歡 我是做廚師的 有一天炒麵, 要試味 試味的時候就吞不到 當我吞到的時候, 一直吃下去都沒事 以為沒什麼事 過一段日子 一樣吃乾的, 一樣吃不到 於是我就 然後就找醫生來診斷 醫生一照疫苗為食道癌 九成有食道癌的病人 都是有食煙和喝酒的習慣 至於其他和食道癌 起因有直接或者間接關係的飲食習慣 包括經常飲用一些過熱的飲品 食物缺乏青菜, 水果, 維他命C 還有食物有過量的消酸胺的污染 還有食一些醃過的鹹菜 至於治療方法, 食道癌可以有電療、化療 或者做手術 一般來說, 做手術成功的機會是最好的 雖然是這樣 做了手術後五年生存的機會 都是只有四成的 原因就是因為早期食道癌的病徵是不明顯的 所以發現這個病的時候比較晚期 主要的病徵在食道癌都是吞東西有困難 病人會說吞東西有阻塞 導致食物可能會有反肚的現象 從剛才所說的病因來看 不良的飲食習慣 嚴重的當然可以引致食道癌 輕則可以為我們的消化系統帶來很多痛苦 因為消化系統基本上是很複雜的人體器官 或者讓我們來看看它的構造和功能 食物入口之後 我們就用牙把食物咬水 同時, 蛤腺會分泌蛤液 蛤液和食物混合 令食物濕一點較容易吞 接著, 食物會經過喉嚨 食道, 來到胃 胃不斷地動動 將食物磨爛又分泌胃酸和消化酵素來消化它 麵包、餅乾之類很快被消化 肉類久一點, 脂肪更久 蔬菜就要六個小時以上了 食物在胃裏面只有一部分被消化 接著, 就會去到十二指腸 在這裡, 食物會被小腸和胃狀 所分泌的消化酵素消化 而肝所分泌的膽汁也會幫助消化 將食物變成可以給身體吸收的物質 因為消化酵素消化食物的速度很慢 所以小腸很長 當食物在腸裡面慢慢移動 就有足夠的時間去消化 給身體吸收 身體不能夠消化的食物 和不能夠吸收的食物 就來到大腸 大腸主要是吸收食物裡面的水分 而最後, 這些不能夠消化 和不能夠吸收的食物 就由肛門排出身體之外 其實現在的醫學這麼聰明 為甚麼還有這麼多人 有腸胃方面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有病, 想吃點乘藥就可以了 另外有些人又誤信這些自然療法 又說另類療法 那就錯過了正確的治療方法 沒錯, 在香港來說 每年都有三十萬人患上消化性潰瘍 而因為這個病而入院的 每年都有一萬人那麼多 至於死亡人數是有一百人那麼多 那裏有一位女士想發問 是的, 我想問一下 甚麼叫做消化性潰瘍 那胃病不知道算不算 消化性潰瘍是包括胃潰瘍 十二次腸潰瘍 那胃病來說是一個很籠統的名稱 可以包括消化性潰瘍 或者是胃痛、消化不良、胃氣過多 甚至胃癌都可以的 但是在普通市民來說 胃病多數都是指消化性潰瘍 另一位觀眾呢? 聽說患消化性潰瘍的男士 是比女士多的, 是不是嗎? 沒錯, 在這個患消化性潰瘍來說 跟很多其他病一樣 是男性多於女性 在這個情況下是男性多四倍左右 另一位, 這位穿西裝的先生 我患的是十二指腸潰瘍 我現在還在吃藥 其實我想問的就是 我一向都很小心飲食 還有三餐一定時進食 但是有沒有吸煙, 有沒有喝酒 但是為什麼我現在還有這種病 會不會是因為你工作壓力太大呢? 你介不介意告訴我們大家 你做哪一行的? 我是做金融投資的 那就難怪了 因為在香港來說 很多人都是因為工作壓力大 社會壓力大 而是很容易患上這個消化性潰瘍的 有什麼事會令你心花怒放 想得多都知道哪邊臟臟臟臟 有了它就算打批傷 也沒有傷感 沒得當, 沒得當 根據我們香港大學的調查 香港消化性苦洋的發生率 每一年是達到三十萬人那麼多 看回到這二十五年來 香港消化性苦洋的趨勢是折折上升 而在西方國家他們的趨勢是折折下降 在這二十五年來 我們還看到有三個高峰 第一個高峰期就是一九六四至六五年之間 當時大家都記得是有五六間銀行來擠提 也是香港有史以來失業率是最高的 還有那時候也是中國大陸人潮下來香港開始 第二個高峰期是七七七八年 也是第二個中國大陸人潮來講的時候 加上越南難民開始湧入香港 第三個高峰期是八月八四年之間 大家都記得是中英談判的時刻 這個調查反映得到社會緊張、生活緊張 是對消化性苦洋有密切的關係 在中國做了一個調查 發覺南方的消化性苦洋比北方多 差不多兩倍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南方吃米、北方吃蜜 他們的病例是少的 也有證據顯示 食蜜對胃是有發生保護作用的 而吃了多的白米、廚藏的舊米 在老鼠方面會引起消化性苦洋 那可能如果我們有胃病 或者不要吃飯 吃多點粥、吃多點饅頭、吃多點麵 可能這樣有幫助也不一定 這位是阿衡,今年28歲 是在氣體公司做督導員 以前阿衡是在電子廠做的 由於整天都要趕工 加上自己做人又緊張 阿衡只是做了半年 就熬不住要轉工了 記得十年前 朋友都叫阿衡做運動健將 阿衡雖然沒想過做香港的飛魚 不過他就特別喜歡游泳 每天下班之後 都會去游幾個小時 由於阿衡一下班就去游泳 吃飯的時間 唯有吞翅到九點多游泳之後 大概過了半年左右 阿衡覺得胃好像有點痛痛 起初他都不以為意 沒甚麼理會他的 但是阿衡小想不到 好一個游泳健將 會變成一個十二指腸病人 善後入院四次 而這個病一搞就搞了他十年那麼久 那想著是普通胃痛 那就去買一些成藥吃 誰知道原來不行的 三四天之後呢 都是這樣痛 那叔叔頂不住 就去看醫生了 宜應了治療呢 就可以令到這個病人的潰陽 可以引起他的併發症 因為初初呢 他就是有痛的 可能就是再等多一會 他就可以引起併發症 併發症就包括呢 可以出血啦 或者是這個胃呢 胃潰陽可以穿窿 而引起腹膜炎 大家都知道這兩樣的情形呢 都可以引起生命的危險 入完醫院之後呢 就差不多吃了差不多一整年胃藥了 那麼五年之內呢 都沒有什麼事 那麼直至有一天呢 晚上又三四點又痛 那麼痛了兩三天 都是這樣 那麼差不多第四天 早上早上 那麼去廁所大解的時候 就發現了有些芝麻糊的顏色 那麼呢 就知道又要進醫院了 據醫生說 阿恆除了游泳而吃不定時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的 精神緊張 因為緊張的時候 胃呢 胃酸就會湧出來 那肌肉就拿著痛了 那我想 那份份工的壓力了 那唯有盡量放鬆一下自己 看看行不行 就知道了 香港生活緊張 精神壓力大 工作過路 引致食無定時 另外 由於飲酒過多 引起胃部血管收縮 導致胃逼血液循環不良 而被本身分泌出來的胃液侵蝕 形成了潰陽 至於十二子腸悔陽的成因 和胃悔陽相似 不過 病徵和患者的年齡 就有點不同了 十二子腸悔陽的病人 他的痛症通常在吃飯前 或者是半夜 胃悔陽的病人 通常吃飯會痛多些 而且他吃了些東西之後 可能會特別痛多些 而十二子腸悔陽的病人 他傾向於年輕一點 和他傾向於肥一點 胃悔陽的病人 傾向於老一點 和他傾向於瘦一點 其實 當你覺得胃反覆不斷痛楚 都應該去醫生求診 不應該謀言自我斷症 如果不看醫生 而依靠市面上的承藥 有可能 由於特效藥 會將病情減輕 而間接掩蓋了其他的病症 好像胃癌 而四十歲 是患胃悔陽的高峰期 人越老 患胃癌機會又會越高 通常 胃悔陽的療程 約六個星期至三個月 病患者應該飲食定時 盡量減低自己的工作壓力 戒除煙酒 或是刺激性的食物 避免擅自服食成藥 尤其是止痛藥 胃疼 胃不舒服 便會割黑肢 割黑肢 割了多少天 割了兩天 割了兩天 之前有沒有吃過甚麼藥 有 是甚麼藥 是甚麼藥 是痛藥 俗語有雲 病向淺中醫 所有醫生都認為 能夠及早發現病症 就會有越高的康復機會 現在幾乎所有公立醫院 都有內規鏡檢查 可以清楚看到胃悔陽的情況 過程簡單 危險性低 病人側身躺下 在喉嚨噴焗泡布麻醉劑 然後咬住一個膠圈 容易保護胃鏡 避免病人咬爛 醫生用胃鏡檢查食道 胃和十二指腸 如果有需要 醫生會抽取一些組織樣本 以便作進一步化驗 一旦患了胃或者十二指腸溃陽 都挺麻煩的 究竟這種病會否斷尾 是可能會斷尾 不過要打理得很好 例如要戒煙、戒酒、龍茶、龍咖啡都沒有喝 有些病人可能要長期服藥 否則很容易會發 今天我們請了兩位 曾經患了十二指腸溃陽的朋友來 講講他的經歷 在那邊那位就是劉鑻文先生 而這位就是張賴強先生 那我先跟劉先生聊幾句 因為靖立趙醫生跟我說 你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 他說你患病的初期 就沒怎麼理他 你也有理的 不過很久才看醫生 為什麼醫治了幾年 醫生說你病都不好 不如做手術 就做了手術 就想著沒什麼事 他就吃煙仔 吃煙仔一吃就翻發了 一吃煙就翻發了 其實患了消化性潰陽 翻發是很麻煩的 因為很多時候會有併發症 例如出血 或者是為憂緩收窄 因此食物過不了會嘔吐 甚至潰陽可能會穿了 那些胃酸 食物就會走進腹膜裏 甚至腹膜炎 很可能會致命的 好多人怕 劉先生你怕不怕 試過這樣 你已經戒煙了 沒什麼事了 希望你堅持下去 不要吃煙就好了 至於張賴強先生 你經過醫治之後 你打理的身體也不錯 自從我吃了大學藥 和照了維經之後 我就更加盡量是定時飲食 還有少吃多餐 更加小心 很幸運 我現在四年半都沒有回法 但剛才聽張先生你說 你太太的家人 每個都有為病 是呀 我外母和我太太和我兒子 都有為她養 會不會是這種病有為存的呢 是可以有為存的 很多病人 家人都可能會有消化性悟養 也都譬如O型血型的病人 也都有很多是消化性悟養的病患者 消化系統的病 其他都可能會有為存性的 例如大腸蜥肉 大腸蜥肉 實際上包括發炎性質的蜥肉 和腫瘤蜥肉兩種 它們都是大腸壁黏膜上面 在香港大腸癌的發生率 在香港大腸癌的發生率 就是大腸壁上面的皮細胞 不斷生長 增加形成 大概和遺傳因素有關 在香港大腸癌的發生率 每十萬人有十五個 這幾年來我們發現到 大腸癌的形成和遺傳是有密切的關係 如果家族某一個成員有大腸癌 其他的直系家屬 他們大腸癌的發生率是高到五分之一 很多的 我們也明白到大腸癌的形成 一定經過蜥肉這個階段 所以我們主張患者的直系家屬 做一個定期性的檢查 大腸癌致命的原因 主要不是它本身 而是當一直不發覺 等到癌細胞擴散影響到身體其他器官之後 就不能夠再用手術把它割除 所以醫生和專家都認為 如果能及早發現 傳遇的機會就越大 比醫生 大腸癌肉跟其他的癌症一樣 到現在為止都未曾找到它的成因 但它已經成為美國的頭號殺手了 好像前美國總統列根就是患這種病 幸好這種病在香港 都未曾構成很大的威脅 不過我們都應該防犯於未然 沒錯 最好的辦法就是50歲之後 就做定期檢查 如果早點發覺就可以早點治療 而最簡單又最重要的 就是要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根據研究 保持心境開朗 都可以減少消化系統的毛病 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夠了吧 跟各位說再見之前 想提示一下病人的權益 今天想說的一項就是病人有選擇權 當你看看了醫生好像胃痛那樣 那你應該用什麼方法去檢查呢 X光 還是用胃鏡 然後用什麼方法去醫治呢 是用手術 還是用藥物呢 當你明白了各種方法的利害之後 你就有權作出選擇 那個選擇權是在你手上的 在熱線電話 在熱線電話 1878111 歡迎您用電話 或者是1878122 然后按照指示 选择节目号码8686